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的法老的宝物 它是一个连续闯关的一个活动 每个阶段是每周是连续开放 这是我们的排阶 我们的排阶 如果我们按真正的注意藏 我们的排阶 那我已经是压 rel药了 我们的排阶 我们的排阶 真正说 接上 一旦死亡就要重头再来 一个地多奖励一个成就要奖励 一旦死亡就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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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亡 这个键定如果回到右边 一旦祭坛 一直到来 chart 一旦事业 分之一 无论 画温暖 再組合出來 再打怪 打個8000隻 金幣還有組合 點數 太陽神 還有不同職業群 挑戰模式 挑戰模式要到最後才有 直接進去 直接進去 有不同路線 有不同路線 有場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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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了快 好 1 2 2 3 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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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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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5 6 5 5 5 6 6 5 5 6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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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 所以他整个过程是没有办法回旋 然后你要闯关到最后才算真正的通关 所以难度还是挺大 所以你要保证在闯关的过程当中不要被碰到